主料,胡萝卜100克,芹菜200克,花生100克,土料,花生油,盐,酱油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好胡萝卜,芹菜和花生,芹菜,胡萝卜结菱形,芹菜再开盐水里烫一下,捞出沥干水分,将花生炒香,炒香的花生装到碗里备用,拎起锅,将胡萝卜放进去翻炒,加入芹菜一起翻炒至熟。 加盐,酱油调味,加入花生快速翻炒几下即可,烹饪技巧,一,花生和蔬菜一定要分开来炒,这样才能保持花生的香脆口感,二炒过花生的油会变黑,如果直接放芹菜进去炒,菜的颜色就会很难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